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台灣小姐 陳佳沛 目前位於台北市中正南路10號7樓的TOTA SWITCH早配總公司 舉辦桌球選手及空手道隊的贊助典禮 場面非常盛大 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現場狀況 創辦在2010年的巴馬國際公司 從2016年開始 連續6年贊助台北市立大學空手道隊 讓選手們以優異成績為國爭光 2021年1月16號下午1點 巴馬國際公司在台北公司7樓舉行2021年國體大 海山高中桌球隊暨台北市立大學空手道隊贊助典禮 國立體育大學校長邱秉坤 台北市立大學副校長黃文成 跟海山高中校長古秀菊 以及10多名貴賓 還有將近100名桌球空手道選手參加 大家都相當感謝巴馬國際公司 對體育界的支持跟貢獻 這個贊助的金額我們將會充分的利用 讓這些選手在參賽購買運動器材 服裝這些等等都能夠做一個充分的利用 同時學校也有非常嚴謹的主計監督 這樣的話讓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口上 我們TODOS給我們學校贊助的時間也蠻長的 那學生也都包括空手道還有桌球隊的 他們的成績也都有日子的上升 那他這種贊助是對我們校是非常有意義的 國立體育大學校長邱秉坤在典禮中致辭表示 巴馬國際公司王文青創辦人 是一個熱心公益的企業家 學校桌球隊因為王創辦人的熱心贊助 才能夠有更優異的成績表現 台北市立大學黃文成副校長也表示 空手道隊長期接受巴馬國際公司的贊助支持 學校跟選手都心存感激 海山高中古秀局校長說 就是因為王博士的幫忙 選手才能無後顧之憂的上場比賽 將來也要效仿王董事長 取之社會 用之社會的精神來回饋社會 對我來講只是一個取之社會 用之社會的一個企業理念而已 那麼一直以來我們都在做 當然不只是我們今天簽約這幾個 其實個別個別的射箭的啦 直排輪的啦 還有舉重的啦 我們都分別有 還有籃球隊啊 不過比較重點是放在 我們會發起全民運動的 我是非常用力 巴馬國際公司就是因為長期贊助體育運動 2018、2019、2020 連續三年獲得推手獎金值獎肯定 分別由當時的行政院長賴清德 副總統陳建仁跟現任總統蔡英文 親自頒獎給公司創辦人王文青博士 1月16號的贊助典禮中 巴馬國際公司又捐款將近台幣1000萬元 王文青博士說 巴馬國際公司還捐出許多補充營養品 讓選手們身體更健康 延長選手的運動生涯 真心希望能幫助選手在海內外取得最好的成績 記者陳文旭 陳佳佩 台北報導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現場狀況